来看美属萨摩亚岛 全岛面积大约只有台北市的四分之三 而人口也只有六万人 不过啊 茨姨志工从1998年开始 在当地举办议诊活动 直到现在关怀都从来没有间断过 而在今年更是带着禁思雨 进驻当地的旅馆 手拿禁思雨问候正言上人 他们是美属萨摩亚的居民 2009年遭逢海啸侵袭 造成许多家庭天人永隔 这对双胞胎姐妹 至今都还保留着慈悸志工 当时送给他们的限制卡 萨摩亚是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国 拥有令全球观光客都向往的岛屿景色 2009年一场海啸 虽然夺走了将近200人的性命 却也让慈悸志工爱的脚步 踏上这个罪恶小岛 有一位牧师看了那个商人的事 我说麻烦你翻以前什么 所以他整夜把那个翻完 他一边翻一边哭啊 因为商人的话非常感动 三年多来 美国慈悸志工不定期在这个小岛上 关怀居民 同时也带动大家回收资源做环保 今年慈悸志工更带着敬思语 进驻当地旅馆 这就是一旅馆 然后所有旅行人或其他住在那里 这四个语言 所以他们可以开启 然后给他们一些良好的信心 1998年 义证开启了慈寂人与萨摩亚居民的园 15年来 志工在这个小岛上的爱从不间断 如今更要用上人的智慧法语 让每位旅人在萨摩亚的旅程中 心灵也收获满满 大爱新闻 这次美志工 林美雪 陈亲旺 萨摩亚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